那这个单元呢要跟各位谈一下 Binary Number 就是所谓的二进位的数字系统 那在谈这个Binary Number之前呢 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十进位的系统 十进位的话是Decimal 有一些英文的话请各位同学把它记起来 这叫做十进位 Sorry 十进位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们常见的就是7029.35 像举个例子7029.35 这个十进位的数字 它的意思就是有七个1000 就是7乘以10的三次 加0个100 就0乘以10的二次 加上2乘以10的一次 加9乘以10的零次 然后小数点呢 底下的这个右边第一个呢 就是0.1 0.1就是10的负1 然后这个加上5乘以10的负2 OK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十进位的数字呢 基本上呢 我们可以把它表示成这样的 这个式质 那如果我们把它一般化的话呢 你就可以 看到就是说 这个是小数点 这个是小数点 然后呢 这里是A0 然后10的A0乘以10的零次 这个A0呢 代表了就是 这个 这个 第0个 就是小数点 旁边的第一个 然后呢 A1乘以10的一次 A2乘以10的二次 A3乘以10的三次 OK 那在小数点的右边的话 就是从负1 负2 负3 它的系数就A的负1 负2 负3 好 所以这个地方有点写错了 这个地方应该是A0 然后A1 A2 A3 A4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其实呢 这个 这个数字呢 代表的其实只是 它的系数而已 然后呢 它对应的位置也很重要 因为那个位置呢 代表的是一个权重 权重 好 那 接下来 我们在上一个单有看到的东西 叫做Digit Digit呢 就是它是一个 一个符号 一个数值的符号 NewMaker的符号 然后呢 就是 用来表示数字 但是呢 它是 有一个组合的方法 组合的方法 譬如说 我们把它组合成25 组合成25 那 它就有两个符号 一个是2 一个是5 那这个2跟5呢 都是称之为一个Digit 那我们呢 在中文上 在中文的话 通常会把它翻成位元 OK 另外呢 这个Decimal的系统呢 通常呢 我们会说 它的基底 是10 这个Bass 英文叫Bass 或者是Radix 这个在中文的话 我们称之为基底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呢 它呢 有10个Digit Digit就是10个符号 0 1 2 3 4 5 6 7 8 9 它有这10个符号 然后呢 当成它的Coefficient 当成它的系数 然后 这些系数呢 去乘什么 10的次方 譬如说 这就是10的三次方 1000的话 就10的三次方 然后呢 100的话 那10的平方 然后0.1的话 就是10的负1 所以基本上呢 它就是 由一些系数 然后去乘以10的次方 然后这些系数呢 一共只有9个 就是0到9 那这样的系统呢 就是称之为一个实际位系统 Decimal的System 所以在这边 各位可能要了解一些 英文字 就是Decimal 还有Decs Radix 这都叫基底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一个 Base R 我们刚刚有看过的是Base 10嘛 所以如果是Base R呢 以R为基底的话呢 那它的一般形式就是 An乘以RN 就是R的次方嘛 对不对 像10的话 就是10的N次方 加上An-1乘以R的N-1 一直到这个 A0乘以 R0 那R0的话就是E嘛 所以可以不用写 那小数点以下的话呢 就是R的-1 那我们对应的这个系数的编号 就是A的-1 所以我们去看这个系数呢 如果这样写的话 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它底下的这个下标呢 代表的就是次方 然后如果对于是一个 Base R的一个系统的话 这个系数呢 要介于0到 这个R减1之间 譬如说 如果R等于10的话 那么这个AJ呢 它就介于 0到9之间 OK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呢 是Base 2的 这个范例是一个Base 2的系统 那么Base 2的系统呢 它只有什么 0跟1 就是它的系数只有0跟1 然后看一下 这个是0 1 2 3 4 所以 它的表示就是1乘以2的4次 然后接下来 这是1乘以2的3次 加上0乘以2的平方 加上1乘以2的一次方 加上0乘以2的0次方 然后小数点以后的 就是2的负1 就是1乘以2的负1 然后加上1乘以2的负2 这个是R嘛 对不对 记忆底 那这个东西呢 你把它算出来的话 就是 这一群 你把它算出来 变成实境位的话 它得到了只是26 然后这一个呢 2的负1是0.5嘛 2的负2 就是四分之一嘛 是0.25嘛 所以小数的部分呢 是0.75 所以它就是2.75 如果转成实境位的话 那通常 我们 在这边的话 都会特别去 把这个数字呢 表示的这个下标 给一个下标 代表它是 几境位的一个系统 好 那这个是5境位的系统 4乘以5的3次 加上0乘以5的平方 加上2乘以5的1次 加上1乘以5的0次 再加上2乘以5的负1 那这样 把它变成实境位的话呢 就是 51.5乘以10的 那5境位的话呢 它的这个coefficient就是 0 只能用0 1 2 3 4 好 接下来这里还有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8境位 8境位的系统 OK 好 那 从 2境位到10境位的话呢 数字我们都可以沿用 这个 10境位的方法 就是说 像2境位我们就用0跟1就好 5境位就用0 1 2 3 4 8境位就是从0 1 2 3 4 5 6 7 可是呢 如果当这个base呢 如果大于10的话怎么办 譬如说 在2境位里面呢 它有一个常用的东西是16境位 这个有个base16的16境位 那0 1 2 3 4 5 7 8 9就不够用了啊 那你又不能用10 11 因为这已经有两个位元了 这些东西都已经两个位元了 这样就不太对了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就会借用这个英文字母 所以我们用A呢 代表实境位的10 B 代表实境位的11 所以有A B C D E F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实境位 在实境位里面呢 不是我们 就不只有我们常用的这个0到9 这些数字 我们还会引入A到F 来表示一个数字 那我们看一下B65F 这一个数字 如果它是在16境位的系统的话 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B B对应到的是11 乘以 这里 这是 0 1 2 3 所以是16的3次 11乘以16的3次 加上6乘以16的平方 加上5乘以16的一次方 加上F的话是15 15乘以16的0次方 这里就是1 这就是1 那整个算起来呢 如果在实境位的话 就是4 6 6 8 7 好 那我们来谈一下这个Binary 因为开始要进入真正的Binary 的Number 了 那我们讲说这个二境位的系统 Binary Number 它其实Binary就是Base 2 那要谈Base 2的话 基本上我们先看一下 这一个2的次方 我们会考虑2的次方 那2的这个表是2的次方的表 那有一个几个比较重要的东西 就是2的十次方 它刚好是1024 那么我们会把它简称叫做1k k代表10的3次 然后呢 4k 2的12次方是4k 这是常见的一些 那2的20次方呢 就是100 100万左右 这是10的60 2的20次方 我们会说它是 这个一个minium 然后还有一个 2的30次方呢 是 1GB 1GB 所以有几个常用的东西 那这些 这些常用的东西呢 都是在那个 我们看那个电脑的一些规格上面 会用到的 像k 就是2的十次方 m 我们常说这个记忆体是几MB 几MB 那 这个就是2的20次方 那事实上呢 各位同学 这个 现在的世界大概 什么记忆体的硬碟都是用GIGA GIGA 事实上就是2的30次方 它是1073 741824 大概10亿左右 10亿左右 这是我们常用的一些特殊的一些符号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有一些 常用的一些 这个 惯用的一些定义 那BIT 之前讲过的 它其实就是一个digit 就是一个位元 然后呢 它是在一个二进位系统里面 的一个位元 我们称作一个BIT 然后BIT呢 是8个位元 形成一个BIT 就是8个位元 会形成一个BIT 譬如说 这个 1001 011 那 这个每一个地方 这就是一个BIT 那 8个呢 把它合在一起呢 这个我们就称作为一个BIT 那BINARY SYSTEM呢 二进位系统 其实它就是 以二为基底的一个数字系统 那将来 各位还会看到一个叫做 ACTO的系统 它就是BASE8 就是以8为基底的一个系统 然后HESADECIMAL 就是16进位的一个系统 一个系统 所以这几个呢 这几个系统呢 是在那个电脑里面 常用常见到的这种数字系统 所以各位这几个单字要把它记起来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跟各位谈一下 那 十进位有所谓的一些 十进位的算数 那在二进位里面呢 也有二进位的一些算数 那这些算数呢 应该怎么做呢 就是我们底下要讲的这些这个算数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二进位呢 它的加法 还有减法 还有乘法 是怎么做的 好我们看一下 这个呢 我们会把它称之为 Uction是所谓的这个 加数 这个叫倍加数 倍加数 好 这叫加数 好 那不管了 看 这个名词 如果记不起来的话 就是先看我们看这两个 二进位的数字相加的话 应该怎么办 好 那各位先看一下好 这个地方 最右边这一位 1加1 1加1的话 它是不是2 可是我们没有2啊 所以它基本上呢 跟之前的这个十进位很像 譬如说 我们4加6 应该等于10 那10 你没有办法表示10啊 那怎么办呢 就是写0进1 所以同样的1加1呢 变成2 它已经超过了0跟1 对不对 所以呢 它就是写0 进1 写0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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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1加0加1 这个又是2 所以写0再进1 好1加1加1 那1加1 这里会是0吗 0再加1嘛 所以是写1 然后呢 因为有进位 所以这里再 再把这个进位加上去 然后1加1加 1加1是2嘛 所以是0 又再进1 好1加0加0是1 好 所以不用进位了 然后1加1呢 又是2 所以就是写0再进1 好 所以其实二进位的做法 跟那个十进位的做法很像 十进位是遇到10 就往前进位 那二进位呢 就是遇到2 就往前进位 OK 好 那再看减法 减法的话 一样 就是说 如果像十进位的话 比方说 14-6 4不够减 就是向旁边借位 然后去减它 得到8 所以看一下 1-1是0 然后0-1的话 不能减嘛 对不对 比它小嘛 所以就往前借位 借了之后就变0 那借过来之后 会变2嘛 对不对 2-1得到1 好 同样的 这个0-1呢 又不能 不能减嘛 太小了 所以再跟它借位 所以这里得到2 所以2-1得到1 那这里变成0了 对不对 0-0就是0 0-0 然后1-1是0 OK 所以这个相减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接下来看乘法 好 乘法 那二进位的乘法呢 也规则也很简单 跟十进位一样 就是这个 以这个乘法这边的话 从这个最右边的这个元素开始乘 乘以这个倍乘数 那1乘以1 然后1乘以1得到1 1乘以0是0 1乘以1是1 所以 这里有一个partial product 然后接下来呢 0乘以任何数都是0 所以0-0-0-0 然后记得位置要对准 好 接下来1乘过来又是1 1-1-0-1 OK 好 那接下来呢 再用十进位的方法 把它整个加起来 这是1 这是1 这个地方也是1 然后这里1加1得到0 然后进位嘛 0加0 然后因为有进位 所以这里是1 所以1 这里是1 所以 这个2进位的这个算数也很简单 就是 预2 进1 就对了 预2应该说进位 加起来 超过2就进位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如果不足的话就借位 对了 这个运算的方法跟实际位一样 可能一开始大家会有点不习惯 不过久了就 就会习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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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